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马里兰大学回应学生辱华演讲 就是西方那些自由民主那一套 就是我们尊重它的表达权等等 咱们先看一下这姑娘当时说的话 five years ago as I stepped off the plane from China and left the terminal at Dallas airport I was ready to put on one of my five face masks but when I took my first breath of American air I put my mask away the air was so sweet and fresh and utterly luxurious 这个我也代表外交部的陆康啊 也说一句 这个陆康先生也说了 就是说我们注意到 这位姑娘好像也有了道歉之意 对吧 所以说呢 只要是真心爱祖国的 我们祖国都欢迎啊 咱们还得说 这姑娘可能给吓坏了 是吧 是吧 那万炮其轰了 很多 包括海外的很多留学生 包括这个国内的 很多就骂他嘛 说跑到外国讲什么辱华的 不是 他有一个理 你知道在有一部分这个海外华人呢 他在这种国家自尊心这方面呢 有的时候比在国内的人还厉害 这当然了 是吧 就是人一般是出了国才爱国 特别爱国 而且呢 就是这里边就有一个 这道理咱也明白 就是说 很多时候我发现 我有 你知道我前两天 我有一个哥们犯了一个错误 这女朋友不理他了 然后你知道为什么吗 说起来 这很简单 这个女朋友啊 整天跟他在一块骂他爸妈 就这 这个女孩跟爸妈关系不好 整天骂我爸 这是个孙子 这是什么什么 我妈 这就是骂 然后呢 他终于有一天 他终于有一天 他说 你看 这你爸你妈那种人 是吧 这女孩当时就恼了 什么叫我爸 我妈你就是 你这样就 我骂可以 你不能骂 这就是这 这就是心理了 这身份问题嘛 所以你说 因为你说他是不是 污辱 或者说 污辱华人 中国 要 还是要回到他讲的内容 对不对 可是重点就是说 不管你讲什么 你的身份 你的立场 你一定很容易引起争议嘛 我看了那个光是看开始那一段 那几秒 我就觉得 当然他试图用那个幽默的方式来讲 可是我觉得有些英文怎么说呢 make fool of herself 就是开了自己玩笑 因为他刚开始说五年前 五年前是几年啊 2012年 什么撒飞机 戴起口罩 你看到那么年轻的人 他这是你自己愚蠢嘛 怎么会 当然你可以开玩笑 很夸张的说 不然的话你太笨了嘛 你没有预先 从他一开始想下飞机 戴上口罩那一刹那 就明白这个小姑娘啊 要判断力是有问题的 所以他判断力 他当15年前判断错了 他今天用这种身份 来讲这种话 而且他别忘记 当你讲到 不管 我觉得不管在任何地方啊 在美国英国香港任何地方 当你讲到中国的好坏 特别是跟美帝来对比的时候 你的风险太大了 你必须要冒这个险 像我今天来 我跟我老婆说 我们会讲 实行过是吗 对当然 我就急寻他们 不是我又说 我要那个 要讲这个题目 我老婆几乎哭着 不让我出来 她说太危险了 因为你支持这个小女生呢 一定被人家轰轰轰轰轰 对吧 所以你刚才就批判这个 对 所以小说 所以先要骂他两句 然后再讲 但是家伙我也问你一下 你老婆别哭 你也是当年在美国上大学的 你上的什么 我读博系班 对 好 假如说 你博士毕业了 你当年作为一个港人 对吧 你博士毕业了 你作为优秀代表 在毕业典礼上 学校邀请你发表一个讲话 你会在讲话里说 你说香港是个很糟糕的地方 我觉得我在美国这几年 充分体现到 对吧 香港脏乱差 你会这么讲吗 或者你这么讲的话 你会担心吗 我第一个 我不至于判断力那么糟糕 通常是这样 通常是说 他没这老团 可是我有记者 我会先讲香港怎么怎么好 可是原来美国有它的好 这样 这叫安全 因为它是身份 像我们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子东一定也常有这种经验 几个华人 不管你来自内地 香港台湾 坐下来 许多时候都骂 骂两岸三地的人 他的问题是两个 一个是你会不会在美国讲 香港不好 我不会公开讲 第二个是 如果你想讲的话 你会不会担心会被香港人骂 那当然 我刚刚已经回答了第一个 我们会骂 世上会骂 不可能公开骂 这回到我最一开始说 身份 你现在是学生的代表 你在美国讲这番关于香港的话 你会不会担心你回到香港 会被香港人骂 那就是第二个问题 就是当你要讲 做什么事 讲什么话 你担心你就不会讲了 讲了就没什么好担心的 因为当然那个小姑娘当然被吓怕了 可是有时候你倒过来想说 有什么好怕呢 千军万马骂我又怎么样 我不靠这千军万马吃饭 我说那个小姑娘 你就关掉手机 或是说用我们这样脑头的一句话来安慰自己 公道自在人心 我觉得很好用的一句话 你不用怕 因为这些讨论 我们往往看到任何一个人 尤其是年轻人 讲话失了身份 失了分寸 其实 是不太对 可是不需要那么用那么狠毒的语言来谴责他 而且你谴责他 对于这些事情没有帮助 好多人前在美国很多这样案例 比方说有一次在南边一个大学 一个州立大学 是毕业 毕业生 有一个白人 学生代表 要讲话 他也用美国的幽默来开个玩笑 其中牵涉到黑人的问题 好像大概是说 我们的那个学额都被黑人占去了 其实他后来也是表扬的 说理由是什么呢 因为黑人 其实有了一个公平的机会以后 成绩就越来越好 能够表达出来了 其实那个白人学生代表 是肯定美国的开放 只要有个开放的环境 不管你什么种族的人 都越来越表现好 可是那个 就觉得有人被冒犯 说瞧不起我们黑人 骂骂骂成一遍 后来 你看美国大学校长出面了 几句话解决了 美国大学校长就这样写说 就公布说 我们大学 大学是教育的地方 也是可以犯错的地方 不管你是不是优秀的学生 我们要体谅包容 而且你们这样骂一个同学 你们今天晚上 先安静一个晚上 回去想一下 你们这样骂这个同学 对于这个种族平等的争论 到底有帮助 还是更引起种族对立 假如你们觉得是能够有帮助的话 请你们明天回来继续骂 不能的话 shut up 到第二天 没人发言 没人骂 你没有帮助 你骂到没有帮助 我中文系的老师 就是对语言感兴趣 我一开始看到中文翻译 没有英文的东西 说他要戴五个口罩 然后很多人批评他 不是讲中国的天空气不好 而是说他撒谎 而且美国的校长 因为他是昆明的 昆明 空气还不错 那么这个里边 后来我再对 我就觉得这是个中文的问题 怎么着 叫戴五个口罩 这个戴字有两个用法 一个是你戴上去 戴五个口罩 夸张了吧 哪需要 就是雾门再厉害 也不需要戴五个口罩 可是他讲的戴五个口罩 是随身戴了五个口罩 所以说有些有倾向性的翻译 翻译成他戴了五层 五层口罩 戴中国要戴五个口罩 那中国人觉得 你这个跑到美国去瞎说 更不要说是昆明了 对不对 你五个口罩戴上 你不自己给自己我一般都戴十个口罩 我真的 因为我是那个一组 我买的 你真这么戴 不不不 我包里装着十个口罩 你看这样我说就我完蛋了吗 对所以这个中文这个袋子 在这个里边是有两个不同的用法 对 这个制造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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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有点冤枉吗 就带带带五个 中文系的人就是感兴趣这个东西 带五个安全套和带五层安全套 就是两回事 我等一下有兴趣再重看 我可能我听错 他是说带五个口罩吗 他说one of 就是说那是英文呢 他说的就是我拿出了我戴的五个口罩 当中的一个 对他呢 其实第一段的用的都是文学修设法 对对 他其实也不是讲空气 整个这一段的目的呢 是要引出美国的言论自由 这个空气好 结果呢 网民也正式给他提供了很多证据 对不对 对不对 提供了很多证据 到我之后见 就接着徐老师说 有人讲呢 说这个姑娘啊 写的这个演讲稿啊 就像是中国的中学生作文的这个水平 哎 我恰恰要说 你看家伙啊 我发现呢 我是大陆的教育长大的 但是比如说我接触到香港 或者接触到台湾 那都是中国人 对吧 我就感觉到呢 他们那个具体化的程度更好一些 你知道我们过去讲批评这个作家 容易犯的错误啊 就在我们这种环境下长大的 就叫宏大叙事 喜欢用大词 你知道现在我发现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多少人间的 人间的这个暴行啊 都是因为用大词 你没有从语言这个角度 比如说一件事 对吧 它是什么 就是什么 但是呢 你说它是反革命 这个词很抽象 辱华 对 但是我就发现呢 你看这个姑娘的作文 咱就评点她的作文 很有意思啊 哎 戴了五只口罩 当我第一次闻到美国的空气 我放下了口罩 空气如此清美潜心 这个没有问题 甚至我认为 比如说 咱们就讲实事求是 这个这个过去有一个老师 跟我曾经讲过 说理解中国的禅宗啊 那么多的公案 该怎么理解 这是禅宗指的就是具体 就是具体 因为呢 比如说有时候 你问一个老和尚 你说 哎 我说什么是佛呀 老和尚 帮就给你一帮子 或者老和尚说滚 哎 他就开悟了 说为什么 因为我们今天只看到文字 我们没有看到啊 这个当时的具体的环境 实际上就是说禅宗让你这个开悟 这个老师啊 是要观察的 他观察当时的具体情况 你比如举个例子 我要跟我们比较年轻的嘉宾 讲一个什么 我一般不会讲 讲比如说哎 话题比你自己个人更重要 讲这个没有用的 但是呢 你要等一个机会 有一次他说话引起了观众的反对 那个时候 你在讲这句话 话题比你更重要 一下子就明白了 这就是说 所有的事情诀窍在于要具体 对吧 你比如说我要说 我说我到美国大学演讲 我认为这没有问题 我说我在北京冬天的时候出门 我包里装着十个口罩 每次我就都会戴一个口罩 要不然我怕会得病 因为空气太不好了 这个你就 我走遍全世界 你敢说我什么呢 对吧 这是一个具体的事实吗 对吧 但是你注意到这个姑娘 她的转接点在哪啊 她一提到抽象 事就出来了 你看 但是 当我呼吸到机场外空气的那一瞬间 我感受到了自由 你看吧 抽象词汇的弊端就在这里 你指的是什么自由 是说鼻子里空气的干净 还是有更 这位抽象词语 它涵盖了太多 人类发生的冲突和争议 就是因为事情说不清楚了 你使用这个抽象的大词啊 事情就说不清楚了 你看 我的眼镜上不再有物 这是具体的 这没错 我的呼吸不再困难 这是生理的 这没错 压抑感也不复存在 OK 这个抽象的字 什么叫压抑感 什么叫压抑感 你是指的肺的压抑感 还是指的在这个国家 没有自由空气的压抑感 它两者 你看 别人就蹭你了 你 那么 好 我说这个女孩的错误在这 但是反过来说 那些骂他的那些人 同样也是 一下子就把具体变成抽象 就是说 他说昆明的空气 需要戴口罩吗 有没有错 这是可以查证的 这是可以检查的 但是呢 辱华 我的天哪 什么叫辱华呀 他就这个这个大词 你知道就过去我们多少年的政治运动 那么多人的撕裂 就族群的撕裂 其实你想想看 就是大家爱在这些大词上较劲 如果我看那篇 另外有一篇叫叫英国明 在哪一个网站上一篇文章 说这件事情呢 他这个真是眼光深刻了 他说重要的是什么 是他撒谎 就这个女生撒谎 但更重要的是他马里兰大学的校长 鼓励他撒谎 他真是他撒谎 结果呢 我一查呢 这个马里兰大学的校长呢 原来一贯反共 不过他在网上不叫反共 好像是不是也是华裔 对 好像他说他在上海四几年的时候 有多少财产 后来去了秘鲁 说本来可以成为上海的特朗普 这么一贯反共 而再一查呢 说马里兰大学啊 原来啊 跟美国那个中情局叫什么 CIA 关系密切超过西点军校 换句话说 这个大学啊 一直在成为一个反共的基地 然后又讲到五十年代的麦卡西主义啊 讲到对中国学生的这个洗脑啊 等等等等 感觉马里兰大学是培养美国情报人员的地方 我看完了这篇文章 你说我啥感受呢 我觉得杨淑平立了一功哎 他自己不怕牺牲啊 捅出了一个反共堡垒啊 对不对 你看中国现在学生啊 有很多到美国留学啊 去到这样的反共基地 那不害了我们很多学生是 官二代富二代啊 他们肩负着祖国财产的未来 革命前途的事业 跑到美国误入反共基地 你说这个损失多大 这篇文章亏着他指出啊 对我们眼蛇荼动 暴露了 对杨淑平跑到那里 自我去 而这个文章后面还批判莫言啊 批判很多很多东西 就是最近这样的文章已经不止一篇了 我已经看了好几篇 所以我觉得 大家可以学习一下 听感觉非常可怕 我觉得每次看到这种事 因为 已经不再需要讲什么抽象具体 我觉得有时候是 大家不要装糊涂嘛 common sense嘛 等于是常识嘛 就是说OK 一个华人身份在外面讲话 现在太容易受到攻击 只要什么 前一阶段可能是说 只要你稍微批评了华人 或是说中华 或是说中国不好 会被批评 现在甚至到了 你只要不称赞自己的地方 自己来的故乡 我想起我第一次邀请林青霞写文章 大家知道他开始写文章 我鼓励他 我勾引他 然后是因为吃饭聊天 他跟我这样描述了 他说有一阵子 他母亲在台湾生病 他经常要回去照顾 我忘了父亲还是母亲 先后生病 照顾很累 坦白讲要照顾父母亲很累 然后他说 所以每一次从台北坐飞机回到香港 可能坐他老公那一台几个衣的飞机 回到香港 我一出飞机场那个车 我就觉得整个空气是自由的 整个空气是快乐的 所以我在那个车上面 我都把窗按下来 用力的吸那个快乐的空气 你看同样是空气 你一吸 因为你前面有那么辛苦的 要照顾父母亲的辛苦 这个时候那个空气 这是自由的快乐的 所以这个 这叫乳台 乳台言论 没有 你还要查查到 台湾人的这个决定 人也是外省的台湾人 他可能左右都攻击他 很多人不满意的呢 就是一条 就是说你到了人家那个地方呢 就拍马屁说好话 其实啊 学术界这种情况是真有 就是中国的学人 还不仅是学生哦 学者有 就是讨好外国的学术气氛 但是这种讨好啊 倒不是骂就是辱华 而是怎么 左派 因为西方的学术界啊 它主流啊 是左派 是因为在西方 你如果歌颂自由民主资本主义 那根本不是学术 这是常识 你一定要批判资本主义 对不对 批判这个东西 才叫学术 很多中国学者到了美国以后 为了在西方得到认可 就弄很多很时髦的左派 就新左派的理论 很多人就 以此来讲中国的事情 很多朋友说 哎呀你这些话在美国说说行了 要回到北京来说啊 你对着北京的老百姓 说说这样的话 你看看你脸红不脸红 但是很多人照样这样 不容易啊 这个因为你说什么叫拍马屁 什么叫得体 什么叫那个礼貌 很难讲 比方说我们生个小孩 你朋友生个小孩 我去看 对不对 不管那小孩长得多吵 我都说 哎呀太可爱了 你看小孩太可爱 对不对 这个要有分寸 对 木星说的 木星说 不能上时你原来基本的信念 那当然了 可是这个 所有东西都是用语言来呈现的 所以木星才会说 分寸就是力量 力量 你分寸错了 你力量就打错了 也或是说不够 或是说过强 所以分寸就是力量 那小孩小姑娘 有时候他真的很惨 有多大嘛 然后虽然是优秀学生 失去了一点分寸 结果千军万能 人家火力侦察 而且有 而且有一点啊 我想起一个例子 在香港发生了 有时候不管你内容是什么 真的太容易惹祸了 某大学的香港一个校长 在大学毕业里发言 跟内容无关 他被轰 为什么呢 他先用普通话发言 然后再用 没记错的话 再用英文 然后再来是广东话 反正粤语是放在普通话后面 结果就被他的学校 还有很多香港年轻人 90后的就轰了 观众情绪 为什么会用 接香港 你是香港的某大学的校长 怎么会用普通话发言呢 应该可以 普通话放在后面 先讲粤语 就引起很多的辩论 如港 对 枪枪三人形广告 直播见 这有个 有里边就有一个 这个会不会讲话的问题 什么场合 像有些人就引用 说另一个中国学生 就特别会讲 说毕业礼上 他就讲 说我从小啊 被毒蜘蛛给咬了 我妈妈呢 用一种乡村的那个土办法 给我烧 他说我现在觉得呢 我在美国学到的技术 我多么希望能够用到 我的那个家乡去 他就可以对他们的这个卫生啊 对什么有长远的影响 这似乎也是在讲家乡的 这个不发达 但是呢 就叫会 会讲话 不见得啊 因为他 有人要挑太好挑了 就说谎嘛 真的是大陆都用什么火销来救吗 但是说谎嘛 一样可以要整他 不过在总体上 如果我们现在 我们离这个事情不管 你在美国的大学里 你一个留学生 中国的留学生上去公共场合讲话 如果你说我的家乡有些问题 来了美国才好 会受到一些鼓掌 但是这个是比较一般层次的 你如果你说 你的家乡虽然有些不好 但是我在美国学的东西以后 我可以去改变那个不好 那个将来是对人类怎么好 或者说我家乡有什么东西 是比你美国更好的 更高的鼓掌 连美国人都是这样 就说明 就是说你这个人 想要穷的地方出来 有志气 所以这个 所以 这个就是一般美国人 他们不带什么政治的偏见 你碰到 就好像你 我们现在城里 你碰到一个小孩 从农村来 你说他是讲他的家乡不好 还是讲他的家乡好 更令人尊敬 你说的 所以表面上看 是个说话的分寸问题 但是实际上 还是个认识的问题 你这个孩子 他认识世界是简单的 他认识不到中国的多面化 复杂性 他同样也认识不到 美国的复杂性 不知道马里兰大学的 这个反共传统 他不是说这个 他不是在演讲里面 我就跟你说一个 他在演讲里面 讲到辛普森 你记得吗 我最近看一个 辛普森的纪录片 我对美国的这个事情 我就有了更了解了 更复杂的这个理解 Made in America 这个这个 这个记录片 辛普森不是说 杀他老婆吗 当时脱罪了吗 脱罪 你知道他现在实际在牢里吗 他被判了33年 你知道吗 你知道这个事情啊 这个故事 我甚至想做一回文桃判案 太牛了 这个记录片拍的 就是说这个辛普森 你要结合当年 当年的这个黑人陪审团 有的陪审员事后跟我说 说我为什么说他无罪 我就是为罗德尼金报仇 你知道因为四个白人 洛杉矶警察 他殴打一个叫罗德尼金的一个黑人 当时引起了洛杉矶骚动 因为这四个白人警察被判脱罪 所以美国 你知道太逗了 这个辛普森呢 是个什么人 某种程度上讲 他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他从来他从来 他不像那个阿里一样去参加什么黑人运动 反战运动 他总是说 他说我不是黑人 我就是辛普森呢 可是呢 最后到了法庭上 他全靠黑人 既然他又成了一个种族的符号 美国黑人的这个陪审员 陪审团 这样 照顾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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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